为了尾巴冲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到了中东 进行了外交斡旋 现在来到了土耳其的前夕 大批不满美国力挺以色列的土耳其群众 5号在由美军驻扎的土耳其 应急立刻空军基地外头进行示威 示威群众跟土耳其的警方发生了冲突 石头、塑胶椅跟其他物品齐飞 还有民众跟警方发生扭打 随后就冲向了基地突破了围栏 警方为了驱赶民众 动用了高压水枪跟催泪瓦斯 也因为发生了冲突 抗议行动提前结束 随着加萨人道危机恶化 现在不止民众抗议 土耳其政府也提高了对以色列的批评力度 战火持续有一名巴勒斯坦的摄影记者 因为以色列轰炸加萨中部的难民营 造成他的小孩跟兄弟不幸死亡 他的心情悲痛 在现场气不成神 跪着痛哭 面对冰冷的遗体 气不成声 对天呼喊 但怎么样都换不回生命 巴勒斯坦摄影记者阿拉鲁尔 自己的孩子兄弟侄子 在以军轰炸中部难民营的灾难中 五号不幸身亡 心情相当悲痛 完全讲不下去 捂着脸痛哭 三十多岁的阿拉鲁尔抱着幸存的孩子 亲吻脸颊 看来难以再承受丧亲之痛 一旁的人送上拥抱 所有人在现场为离世的人沉痛默哀 在建筑残害穿梭 受雇于土耳其国营安纳杜鲁新闻社的阿拉鲁尔表示 这家房子因为就在难民营附近 被炸后不幸倒塌 虽然因为工作躲过一劫 却接获家人声望的消息 无比悲痛 不过还有记者 也在战火中经历切身之痛 车狂被烧得焦黑 黎巴勒南部在五号遭乙军轰炸 一名记者原本开着车 有情人的另一部车尾随 一群人却不幸被战事波及 结果本人受伤 他的姐妹及三名孙子身亡 尾巴战火下 人人都被迫经历生离死别的悲痛 静新闻叶宜文谢宏宜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